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花式式样的大大小小的镜矿的成品 镜矿画块是美化生活环境 点对居室作为装饰材料和装饰用品 来加以使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镜矿画矿的需求也逐步地提高了档次 镜矿画矿 在我国的国民生活中 占据了一席不可失去的销售领地 我国每年镜矿和相框的消费量及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因此 品类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完善 其需求量 其需求量 在不断地增长 相框的尺寸 相框的尺寸 以及一些特殊规格的尺寸 总之 它是有很多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框架 来组成了 镜矿和画矿的系列 首先 我们向大家 讲解和介绍的 是画矿的模具制作 首先 在制作前 我们要用橡皮泥 将你所需要复制的 镜矿和画矿的底部边缘 用橡皮泥填塞修掌 这道工序 我们称之为造型 我们的模具 是用的北京常文技术开发公司 生产的918复合模具胶 来完成它的模具制作 918复合模具胶 918复合模具胶 所用的辅料是正规酸衣脂和 2丁基2月桂酸锡 正规酸锡 正规酸衣脂 在这里是胶帘剂 二丁基2月桂酸锡 在这里是催化剂 同时 我们还要用硅油 进行打底 我们再将橡框 用橡皮泥完成造型后 要在橡框的整体上 均匀的涂刷上一层硅油 涂刷硅油的固定和作用是 使我们的 所复制的底胎 易于脱模 同时 避免和发生气泡 因为硅油在这里是起 脱模和消泡的作用 这一点 学院同志们 要牢牢记住 我们在做模具之前 要将底胎进行修饰 修饰过后的底胎 在表面层和四周 都要均匀的 薄薄的涂刷上一层硅油 涂刷上硅油的底胎 我们就可以配置模具胶料 进行模具制作 在涂刷硅油时 除了表面层 要均匀的涂刷上一层以后 在你需要复制的 胎具的四周 也要涂刷上 两寸宽的边带 我们使用的918复合模具胶 是制作模具的专用橡胶 这种胶 这种胶 是液体的 具有一定流动性的 乳白色胶状物 918复合模具胶 所制成的模具 具有纹理清漆 脱模容易 不用涂刷任何的涂刷模具 这种模具 可以耐受 零下五十度 到零上二百五十度的温差 因此 用918复合模具胶 制作出来的模具 可以适应各种材质 不同类别的 产品的需要 918复合模具胶 所使用的添加剂是 正规酸移植 正规酸移植 也就是胶帘剂 和二丁肌二月桂酸肌 也就是催化剂 918复合模具胶 和胶帘剂 催化剂 之间的添加比例是 一百份 一百份 918复合模具胶 添加 四到八份的 膠帘剂 也就是正规酸移植 两到四份的催化剂 也就是二丁肌二月贵酸锡 胶粘剂和催化剂的添加比例 是根据你在制作模具时的室温 也就是说你操作的环境的温度 来决定其添加比例的多少 一般情况下来讲 我们额定为室温是15摄氏度 那么我们添加胶粘剂的比例是8% 催化剂的比例是4 学院同志们 在这一点里我要着重地提醒大家 要牢牢记住 无论是室温 在多高和多低的温度下 胶粘剂的使用量 永远是催化剂的使用量的一倍 也就是说 催化剂的添加数量 永远是 胶粘剂的二分之一 刚才我们谈到 在假设室温15摄氏度的情况下 我们添加的胶粘剂是8% 催化剂是4% 随着温度的升高 每升高五度 我们添加的比例 就要相应的减少 比如 室温是烧氏20度 我们添加的胶粘剂 就应该降为7% 催化剂 降为3.5% 室温在摄氏25度时 我们胶粘剂的添加量 就要降为6% 催化剂的添加量 降为3% 摄氏30度以上的室温 我们添加 胶粘剂的 用量 就应该降为4% 催化剂的添加量 降为2% 这一点 学员同志们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 会逐步地 根据温度的高低 来进行 添加比例的调整 我们在添加上 胶粘剂后 要搅拌均匀以后 再添加催化剂 胶粘剂和催化剂 不能同时的 一起的添加进去 另外在搅拌胶料时 我们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均匀的胶料 我们就可以进行模具的制作 我们模具制作 是分层 分段的 来逐步进行的 第一层 我们要求 模具胶料 在6到8个小时固化 我们将拌好的模具胶料 均匀地 涂刷在 需要复制的 底胎的表面 涂刷时要注意 不要留有气泡 空洞 或沙眼 这样将给我们 的模具 留下无可弥补的 隐化 学生同志们 一件好的 一件好的模具 是需要下一定的功夫的 我们在制作 我们在制作 模具的同时 要掌握 每层胶料的 扑腹腹的厚度 一般来讲 我们每层胶料 扑腹的厚度 不应该超过 一个毫米 一个毫米 我们在第一边胶料 固化以后 在涂刷第二边胶料 在第二面胶料 半固化状态下 我们要 扑腹一层 玻璃纤维布 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 就是在第二层 胶料扑腹完备后 进行 夹筋的操作 所谓夹筋的操作 就是中间 要加上 一层 零四号 中检五脸 薄线布 学院同志们 大家一定要注意 薄纤布的扑腹 要使用 零四号 中检五脸薄纤布 我们扑腹 薄纤布时 要 每块薄纤布 都要互相搭上茬 也就是一块 挨着一块的 接着茬的走 扑腹时 要将薄纤布 牢牢的 粘裹在 胶料的表层 使胶料 能够跟 薄纤布 有机的 结合在一起 胶料的 层数 和我们 添加 薄纤布的 层数 要看我们 模具的 大小 和造型的 复杂程度 来灵活 决定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 扑腹 五遍 模具胶 添加 两到三层的 薄纤布 就完全达到 什么要求了 但是 大型的 和巨腹的 模具 我们就要 添加 三到五层的 薄纤布 涂附 五到七层的 胶料 我们在 将模具 制好以后 我们还要 在 模具的表面上 做上一个 硬硬的 外套 这样我们的 模具 才能进行 正式的 生产 大家看到 画面上 就是我们 已经生产完毕的 像块的 模具 我们现在准备 的 是做 生产了 那么 像块的 制作方法 有 哪些呢 我们说 像块的制作方法 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利用 石膏粉 粉 煤灰 石英粉 颜料 以及一些添加剂 来制作 石膏 复合材料的 像块 我们用 100份的石膏粉 参加 30%的粉 煤灰 少量的 氧化铁红 颜料 来做我们 镜像框的 表面层 也就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种 比例的 配备 我们按比例 将石膏粉 粉 煤灰 石英粉 和 氧化铁红 颜料 用水 搅拌均匀后 涂刷在 我们模具的 表层 在涂刷表面层 掉浆时 一定要注意 不要窝有 气泡 空洞 和沙眼 否则的话 会给我们的产品 表面 带来 无法弥补的 缺陷 所以 我们在涂刷表面层时 一定要认真仔细 涂刷周到和均匀 使我们表面层的料浆 能够 有机的 和 模具 粘附在一起 形成 均匀的 一个薄层 我们在表面层料浆中 加入雅化铁红的目的 就是 在我们产品成型 固化后 我们这个 要制作成 仿红木式的 颜色 因此 添加上 氧化铁红 会给我们后期的 表面 颜料的装饰 带来 方便 在这里 我要重申一点 就是 我们 净箱矿 的 产品的生产用料 是 多种多样的 不仅仅局限于 石膏复合材料 同时也可以用 零美复合材料 玻璃缸 复合材料 以及高分子 复合材料 等等 多种多样的材料 来进行制作 我们表面层的 料将刷涂完毕后 我们要做 整个 后背层 后背层的 用料是 石膏粉 100份 纸浆 30份 到50份 尿圈树脂 10份 绿化胺 1份 另外添加少量的 甲基纤热素 我们用这种 复合料 来做 镜块的 后背层 也就是 骨架层 这样我们的 镜块呢 就能够 吃丁 而且整体结构 是紧凑的 因为纸浆在这里的 起一个整体的拉扯作用 是我们的产品 既有硬度 又有柔韧度 我们将 料浆 浇住在 模具内后 要用刮板 将料浆 与内块的 模具 刮平 这样做的目的是 要将我们 相框的 边缘部分 的盖板 与模具的内块 能够形成一个 平整的 紧密贴实的整体 使我们的相框后背 一次制作出 安装玻璃的 的挖槽 三属于 模具成型的工艺 所制作的 产品 都是一次成型 而不允许 有两次加工 因此我们在制作金矿的时候 要在每个模具的 内心 做上一块 台板 也就是说按照 相框的尺寸 内心的玻璃尺寸 来做一块 台板 与之 模具 配套 安装和使用台板时 我们要注意 台板的 放置的位置 要在模具内 框的四周 留有 档铜的边缘 这样 我们制作出来的 镜像 框 才能够 符合标准和要求 搅置完料浆的 模具 用刮板将边缘的多余的料浆刮抹到模具内 同时要将内模的边缘刮抹整齐不留有任何的料浆的余剂 刮瓶以后我们才能够安装台板 进行后背层的最后浇注 学院同志们 我们现在是给大家进行教学操作 所以根据石膏的凝固时间 我们尽量的采取慢动作 学院同志们在具体亲自实践操作中 一定要掌握你所使用的石膏的凝固时间 否则的话你过于的慢动作 就会给你的操作 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因为石膏制品 它的凝固 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跟大家讲解 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 就是在安装 台板 台板的安装 就是安装 就是安装在你模具的内心上 因为我们内心制作时 已经有一个起整的边缘 也就是台的边缘 台板的尺寸 大于 模具内心边缘的 0.8厘米 也就是我们安装玻璃的位置 我们将台板 安装后 再用料浆 将整个模具 胶板 磨平 同时还要 在料浆内 添加挂绳 通过 这些操作 程序 我们的相框 就算制作完毕了 等待其固化后 脱了膜 就是一个完整的 镜块 或者画框 画框 在制作相框时 我们要一次成型 所以说在你浇筑完料浆后 你的后背层 一定要处理的平整 光滑 因此我们在浇筑完料浆后 在基本 平滑后 要进行 要进行切刮 也就是说 将多余的 料浆 刮抹下去 使我们相框的后背 能够形成一 光洁整齐 平滑的 一个表面层 一个表面层 这条工序 要等待 石膏 出零以后 再进行 刚才我说到 石膏的固化是有时间限制的 我们通常使用的石膏 根据产地的不同 其固化时间也不尽相同 最快的石膏粉 在七分钟 就可以出零 而 较慢的固化的石膏粉 要在十五分钟左右 才开始出零 所以学院同志们 在构定石膏粉后 一定要 先试一个小样 来测试一下 它的出零时间 根据它的出零时间 来掌握 你 工作的程序 和你 同时 进行几个模具的制作 否则的话 你就要手忙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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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给大家操作的是石膏复合材料的净矿的制作方法 也就是它的配置工艺和它的加工工艺 一般来讲,我们在制作石膏复合材料时 再将料浆浇注进模具框内,要给予一定的震动 这样可以减少和去除产品,也就是料浆内的气泡 最简易的方法就是用皮唇进行敲击 石膏制品固化得很快 大家看画面,我们的产品已经结膜,生产成功了 这就是一件完整的镜块 等待其完全干燥后,我们再进行表面喷涂 就可以制作出仿红色泽的一个标准镜块 模具 现在画面上看的就是模具和配套的台板 我们下面,再向学员同志们 我们下期再见